大家好,我是公平 又到了3DO游戏激进的时间了 本期将介绍的是发售于1994年12月下旬的11款游戏 话说这次的游戏玩下来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当初决定要用这种每款游戏都去体验的方式来做这个系列 实在是一个相当睿智的决定 至于为什么呢,大家就耐心看下去吧 《虫虫大作战》是一款操作可爱的小虫子对战的设计游戏 但是不要被游戏充满童趣的画面给欺骗了 它的难度简直是鬼畜级的 比起手忙脚乱,避开障碍,寻找敌人,还死活打不到人的玩家们 电脑简直就是装备了巡航导弹的核心艇 全球定位打击,而且只需两炮就能把玩家秒了 看着这些恶意卖萌的虫子用完全不对等的实力 碾压并嘲讽玩家,这游戏体验绝对称不上是好 不过这游戏有最大支持四人的对战模式 就是不知道当年能不能凑满四个人一起玩了 这是一款类似野球学的H游戏 共有五位小姐姐可以选择 可惜我们也能找到Room,没法给大家看福利了 地外拦截者是一款颇为刺激的射击游戏 玩家扮演一名被官方征招的赏金猎人 驾驶自己的战车到各个危险的星球上去追普通鸡犯 以此来赚取赏金,购买道具或者升级战车 这款游戏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不过难度也不低 关卡中到处都是敌人,而且玩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基本上就是开着全速凭借着反应力一冲到底 只有Boss战时才会利用刹车减速和Boss拉开距离 话说这款游戏也是用真人CG做构上动画 而且还是第一人称视角 奇怪的是会有两个类似玩家的人的影子在下面疯狂吐槽 也许这也是为了强调游戏轻松爽快的风格 但是这样的话谁还能仔细看剧情呢 《星空之刃》原本是南梦公在1991年9月发布的一款接机游戏 在当年因为忠实还原了类似星战中壮观的星际战场 而引发了热潮 3DO版和原版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单纯的把画面重置而已 不过难能可贵的是 游戏还附带有和原版一样画面的怀旧模式 能让一些硬核玩家回回当年接机厅里的感觉 话说这种直观的对比真的能让人深刻的感觉到 画面也是提升游戏体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海是一种类似潇潇乐的麻将游戏 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日本游戏中 国内很少见到这种玩法 这款游戏包含有四种不同的消除方法 每种都还有N多普面 喜欢消除类小游戏的玩家 可以尽情地用它来打发时间 这款游戏是一个集三款小游戏和两个广告的奇怪合集 游戏的主角是一个名字叫做MegaDat的电视机型机器人 第一款小游戏就是以这玩意为主角的机器人大擂台 你需要控制主角将对手的机器人挤出场外或者直接打爆 游戏的玩法类似冲冲大作战 也是实力不对等根本没法玩 第二款小游戏是集七一翻牌和消消乐鱼一体的消除游戏 右边还有个计时条 太久没消方块的话 那人就会被底下的鳄鱼给吃掉 第三款是考验手速和反应力的游戏 而且风格颇为喜感 数字累积到1000 就可以叫醒兵临城下还在贪睡的值钱信长 不过叫醒了也没用了 都已经被打成猪头了 最后游戏内涵的广告 分别是我之前玩过的宇宙生物Frophone群 和3DO主机上最出名没有之一的 地质识拙 看来我马上就能带大家体验这款名作了 不错不错 失眠夜的小故事是根据同名绘本 以及OVA动画改变而来 在92到93年间还出过26集的TV动画 不过标题换成了 让我们一直做朋友 这款游戏本质上和其他的藻礁游戏一样 都是小彩蛋和小游戏为主 不过质量要比之前的好很多 起码神妹要更好接受 而且里面还带有很多教育性质的小故事 和两集原版动画片 一下子就把之前单纯逗小孩子玩的那种 给比下去了 没错 我说的就是不服车 最后提下 这个系列的原作者 袁游子是一位唱作人 主要是以音乐活动为主职的 画绘本说不定只是爱好而已 真的是多才多艺了 说真的 如果是在看那种只有一两个画面的走码官花式合集视频的话 我绝对会认为这只是一款平庸的射击游戏 现在我十分庆幸我是按照发售列表一个个式游戏的 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一款被埋没了的佳作 Berzerion从战斗画面来看的话是一款射击游戏 但其实只是一款标准的文字冒险类游戏 战斗部分并不多 而且难度不高可以无限序观 剧情部分就像在看共八画的赛博朋克风动画 游戏向玩家们描绘了一个核战争之后 有人工智能控制的地下乌托邦事件 通过讲述可以变身为机械战警的男主角李扬 在追踪一系列电子幽灵事件 并最终拯救了整个乌托邦的过程中 发生的与人类和各类人工智能间激情冷暖的小故事 而且在故事的尾声解决完电子幽灵后 主角还发现管理乌托邦的人工智能 其实也在城市底下私藏着大量核弹 知晓人类历史的他 害怕人类离开他的掌控后会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 不惜在最后关头毁灭一切来阻止人类的独立 当然最后还是被主角拆掉了发射装置 失去了一张底牌 至于后来乌托邦的管理权是否被人类夺走我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这款游戏真的很棒 是我3DO玩到现在最能给我惊喜的一款了 没有挑着游戏玩实在是个无比睿智的决定啊 这是一款全部由真人出演的类大富翁游戏 而且可以使用一个手柄进行最大四人的对战 同样是投骰子 走格子 挑战小游戏的套路 走到奖励格子或者赢得小游戏的话就可以再投一次 游戏除了整体风格较为奇特以外没有什么特色 而且小游戏翻来覆去的已经对解花样越玩越腻味 从游戏封面上大大的阁楼互动来推断 这款游戏很可能是由大名鼎鼎的神人杂志《阁楼》推出的 游戏本身很一般 就是大段的真人影像外加截图功能 三位美女各三套衣服 每套衣服由6到10段40秒左右的影像 总的来说就是纸漏上面 下面必定会有奇怪的东西牢牢挡住 虽说妹子质量要比之前的好很多 毕竟种族优势啊 你看刚还在说欧美的游戏妹子质量比日本的好呢 结果这不但不打我脸还来了个破罐子破摔的 这款游戏压根没有任何可以玩的部分 玩家只能观看一群穿着在现在看来其实也并不暴露的妹子们 像磕着药一样在夜店里有度自己的身体 而且别说是脱衣服了 有些妹子穿的比基尼竟然还是夜光的 灯光稍微暗点 压根就不是在看肉了 是在看衣服了我去 就这完全没有福利的游戏都能是18进游戏 我看以后也只能期待下欧美的作品了 和其他平台的大部分改编作品一样 3DO上的这款悠悠白书也是格斗游戏 游戏的可用人物还挺多 而且还有出招表 不过手感和系统要比AMD上的魔墙统一战叙色不少 唯一的优点就是对于动画的还原度了 毕竟里面的大部分影像都是直接用的动画片段嘛 OK 本期共计11款游戏就介绍完毕了 至此 3DO主机在1994年发售的89款游戏都已经完结了 下期我会对这89个里一些之前没收到的游戏做个补完 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喜欢本视频的不要忘记投赫硬币加个收藏啊 我是公平 我们下期再见